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车情天下 由北京海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轮胎博览会 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隆重举行 作为亚洲领先的轮胎贸易平台 这些展会不仅吸引了国内数百家轮胎企业前来参展 还吸引了大量外商的参加和关注 那么举办到第九个年头 展会会有哪些不同呢 又有哪些新品轮胎参展呢 下面呢 就让我们一起去展会现场 看一看吧 这些中国国际轮胎博会 既有大品课程 请来安关 他们感觉对这些展会其大的关注 和对参展轮胎企业的品牌 本体 继续后期服务人其大谢谢 与相关部门的介绍 这些展会所为提供起来 咱俩愿起最大品牌 也加了这些超过2万平方米 展商数量300个奖 有了中国的本土企业 其他的展商还包括国外的台湖中国代表 与其台湖大洲 包括美国 京国 德国 德国 格兰 印度 新加坡等 各家的新年载 在展规点头 我们看到在公园期 公园期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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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包括和轮车相关的配套 如轮车和轮轮 三星设备的东西 这些国际人体的展览会 虽然不像国际区车展那样 有商车名领的面穿 但应该是各种推法 一边是网络的参展场 各种向观传者介绍赐款的轮胎企业 一边是远到而来的 商商和客书产客户 サクリー签 大概10年了 我在捘买车 称 teamwork 好的工作 大家的 designs 购物 在这届国际轮胎布兰会上 我们看到了许多参展的轮胎商 都是我们山东的轮胎企业 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库博成山轮胎 石峰巨型轮胎等等 我们这次在这个展会面积是153平米 我们参展的产品是我们顾博成山的主要产品 包含我们全钢胎里面的话 我们最出名的陈山牌的 以及我们所先推出的敌人的轮胎 第九届中国国际轮胎布兰会圆满结束了 在这届的展会上呢 许多参展商表示 通过这样专业的展会 不仅展示了自己的轮胎品牌和服务 也结交了不少新老客商 签下了购销订单 另外呢 据主办方海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届展会中的国企买家超过参观人数四成以上 累积涵盖来源国达80多个 同时呢 展会一对一邀请参展商和采购商没有提进却 使贸易时效性大大提高了 很多参展商在展会结束的当天 还预定了明年的展位 他们对举办好明年的展会充满了信心